每年这个季节在德里报道,跟前往冲出战区报道没什么两样,不同的是,对付有毒的空气,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。 英国广播公司驻印度的记者德维奈古普塔·德维奈古特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,如此描述当地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。 不过,这种夸张描述,也说出了某些事实,去年11月,德里的污染水平,一度到达世界卫生组织,规定,改安全水平的20倍,该是使用直升机去散雾霾的计划,被叫停因为雾霾令直升机无法起飞。 空气污染仅仅是印度这个世界第六大经济体,面临了更广泛的环境危机的一部分,印度70%的地表水也受到严重污染。 英国老牌杂志《经济学人》在12月6日最新的一篇文章中指出,即使是按照贫穷国家的标准,印度的脏也让人震惊。 这家英国媒体指出,印度正在毒害自己的未来,为了自己和世界,它需要进行一场进化,脏的不仅仅是空气,德里寻死人了。 经济学人在12月6日的文章中,毫不留情地表达对德里空气污染不满,德里是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。 经济学人指出,这里的人们相当于每天平均吸半包香烟,而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日子,则相当于吸两包香烟。 去年12月初,印度与斯里兰卡,在新德里举行板球对抗赛。 比赛进行到第二天时,空气质量持续恶化到危险等級,雾霾迫使斯里兰卡选手戴上口罩。 一名身体不适的斯里兰卡球员,甚至弯下腰在草坪上呕吐。 这一幕被电视直播,德里之外,印度的空气污染同样严重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不久前发布的世界城市空气污染排名,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15个城市,印度占到了14个。 这种严重的空气污染的危害显而易见,根据柳烟刀杂志的子刊《柳烟刀星球健康》。 The Lancet Planetary H-E-A-L-P-H-6日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,2017年,印度有约124万人死于空气污染,占印度全年死亡总人数的12.5%。 而据芝加哥大学的另一项研究,空气污染导致印度人预期寿命缩短了4.3年,其中,比哈尔邦、北方邦、哈里亚纳邦、庞哲骨邦和首都新德里的空气污染物浓度尤其高。 这些地区的人平均预期寿命缩短超过6年,而在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新德里,居民平均者受多达10.2年。 除了空气,印度目前还面临着异常严重的水污染问题。 至今济水人,印度70%的地表水受到污染。 根据印度一家政府智库的估计,印度每年有约20万人因为饮用受污染的水而死亡。 这还没有将饮用受污染的水引发肾脏疾病等慢性疾病,导致的死亡算进去。 在全印度,超过3分之的城市废水,北京处理就被排放。 恒河,在这条长达2500公里,那印度人眼中的圣河中,并没有一处适于饮用甚至洗澡。 在印度的医药制度海德拉巴,抗生素被肆意排放到河流中,加速了耐药细菌的滋生。 在素有异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,郊区的湖泊河流,总是漂浮着有毒的泡沫。 今年1月,班加罗尔东南部的北兰杜尔湖,由于污染过重,甚至整个湖泊,燃起熊熊大火。 印度军方出动5000名士兵,用了7个小时,才将这场奇特的火灾控制住。 这个湖泊过去,一直是一般加罗尔的排泄池。 英国卫报报道,一些专家曾提醒,如果水污染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。 这做印度科技之,都到2025年,将变得不适合人类支柱。 整个置物积极性不高,得理严重的空气污染很大程度上,周边省份农民为了下一季种植而燃烧,地理的农作物流查。 经济学人指出,印度政府为了实现粮食自给自足,鼓励农民种植水稻,而新的机械收割,却会产生更多的流查。 印度农民则选择以焚烧这种最快速的方式清理农田。 结果之一就是德里周边金月不散力烟尘,为了争取农业选票,政府选择大力补贴残油。 因为主要的农业机械,如拖拉机,水泵都依靠财油来运转,这又促使汽车制造企业选择更多的生产财油发动机汽车。 在德里,四分之三的汽车是财油车,这成为德里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。 此外,印度政府大力支持煤炭发电,印度这么做的理由,是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度,但是印度煤炭粉尘含量非常高,而印度的交通运输网,为了将这些煤炭运输到发电厂也不堪重负。 经济学人文章说,这导致印度每年不得不进口约200亿美元的煤炭,不卫生的传统火葬,也是导致空气污染的原因之一。 至今,技术人,在德里每年型火葬,就要消耗40万棵树。 据印度第一邮报,在德里最古老的火葬厂里,每年有两万具一体,以传统方式火葬,木材燃烧产生大量污染。 面对严重的污染,印度政府并非没有治理的能力,只是缺少治理污染的政治意愿。 联邦政府和德里邦政府都没有政治意愿,因此我们看到双方为我们身处的污染危机互相指责。 你看到哪怕有一丁点政府行动,都是因为环境保护活动家和最高法院发挥作用,施加压力的结果。 印度政治民调专家约跟德拉亚达夫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,就在12月4日,新德里市政府因指摆不利,以致为能减少这座城市的雾霾,遭到印度环境监管单位开罚350万美元。 印度区库科学与环境研究中心的Sanita Noirin指出,历届印度政府提出的目标很有价值,但总是缺少时效性。 据《六约时报》报道,早在1990年代,首都新德里的官员,就预见到这座城市,将会出现空气污染危机。 它对公共健康的威胁迫在眉睫,还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,但是政府制定行动计划,几乎没有几条方案得到执行。 经济学员分析指出,印度之所以不能够严肃地对待污染问题,最大的原因是无视了印度中产阶级对污染的抱怨。 印度政客们总是依赖大企业的资金,同时依赖广大穷人的选票。 据路透社,根据民调,印度总理莫迪的执政党,印度人民党,更为担心的,是农民收入减少产生的影响,燃料价格升高和新增就业绩会是否充分等问题。 我的确看到了变化, 说,人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,但是这种行动尚未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规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